阿曼大家好 阿曼大家好 阿曼現在時間是 阿曼5點 阿曼5點 阿曼今天 今天戰狗相 曾淼洪曾教授 台灣黨的主席曾淼洪曾教授 我邀請我一個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 來我的節目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這個朋友從哪裡來呢 我這個朋友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平凡的一個朋友 阿我這個朋友呢 他現在是住在LA 然後呢 他輾轉進入我們台灣來 來台灣幹什麼呢 我今天抱歉 我今天抱歉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個朋友 待會兒你就知道 我必須要講Mandalin 很容易 我們說的國語 沒辦法 好 所以我今天盡量說Mandalin 就是我們說的普通話 北京人說的普通話 好 我現在介紹我這個朋友 他叫喔 普怡 那個叫普君 他們講戶君啊 他名字姓戶 名君 那他是怎麼來到台灣 我們怎麼是好朋友的 這兩天 禮拜天 禮拜一呢 我們在台灣有閻洪斌 閻教授 他有主辦了一個台獨 港獨 江獨 藏獨 蒙古獨 武獨 武獨 一起的研討會 那我們的研討會的目的是 唾棄中國共產黨習近平的暴政 這五族呢 都想獨立啊 所以說我們講 武 我們也受到很大的干擾 在那個這兩天 昨天前天 我們在那個五獨研討會上面 也受到干擾 那麼這個整個title 整個名義裡面 忘掉了一個很重要的 叫做滿洲國 萬洲國 滿洲國 他現在是一個流氓政府 那我現在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滿洲國流氓政府的總統 跟阿拉伯特一樣 滿洲國的流氓政府總統 傅金 那麼現在我們先請傅金 副總統 流氓政府 傅金總統 跟我們台灣的鄉親說個哈囉 好 OK 滿洲化 滿洲化呢 滿洲化呢 在聯合國定義為臨危於種 目前世界上很少人會說 據說台灣這個土地上還有人教 辦這個滿語培訓班 剛才這段滿洲化 大意是我們滿族人有意志 有能力 能夠高度自覺 能夠恢復新滿洲 那麼剛才我們滿洲 我駐台灣總代表 曾先生 介紹我來講一講 滿洲的歷史 那麼我就給大家講一講 我們滿洲流氓政府 成立於1985年 它的面積是131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人民滿足本身700萬 人民將近一個億 在白山黑水之間 有廣袤的森林 豐富的礦場 有黑龍江 有烏蘇里江 有富爾江 等等江河大海 有出海的港口 有六千多年的歷史 有光輝的文化 有我們的宗教 所以說我們滿洲國呢 是一個獨立的一個政府 只是由於歷史的原因 被數額侵略 把我們的資源掠奪走 交給了共產集權 在漫漫歷史長河當中 我們滿洲 只是接受外族的70年的統治 致使土地荒蕪 礦山 挖進 森林砍伐 嚴重 致使環境污染 所以我們滿洲人民 就要奮起認識自己的責任 發揮我們滿洲的光榮 重新建立起新滿洲 好 那副總統 我們講這個 副先生 我請教你 你剛剛所講的 說你們的滿洲國的僵義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介紹一下 滿洲 因為我們是讀國民黨歷史跟地理的 所以說我們之間的 之間可能會有一點 GAP 就是一些斷層 那我想了解 你所謂你們的出海口 大連女順是不是 是 那海生威是不是 是 海生威是 可是我認為海生威好像是蘇聯的土地 蘇俄的土地 這一段 你要不要跟我們台灣的鄉親 簡單講一下 好 這個 滿洲國 這個南邊到上海關 北邊 現在是大興 就是黑龍江內河 中華民國 所謂中華民國的時候 是 在外河 在 黑龍江以外 黑龍江以北 六十四 六十多萬 一百萬 六十四萬平方公里 這個 廣大的 這個森林 海洋 這個 被蘇聯和共產中國 就是 默默地 割讓給了 承認了 滿清和沙俄帝國簽訂的合同 本來有江東六十四屯 有海三圍 都是 滿洲的領土 我這樣子 那麼 我 那 你們 滿洲國 我剛有跟你聊天的聊一下說 你們說五足共和 那你對滿洲國的五 我們後面這個國旗 就是滿洲國的國旗 當初 普一 也是用這個國旗嗎 是的 這個國旗本身就代表 五族共和 這個東亞共融 這個 這五個 這個四個五種顏色就代表 滿族 朝鮮族 蒙古族 還有大和民族 就是所謂的 日本 日本人 日本人 是大和民族 這個 還有漢族 這是旗子的標誌 我們滿族人 是非常友善 善良 勤勞的 是和各民族 都能 在這個黑山白水之前 共同開發 共同融合 和共同 安靜的 有自然的生活 在那塊土地上 那你照你這樣講的話 那個 副總統 你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你的五族共和 好像沒有包括俄國的 斯拉夫民族 是的 當時開放 是對這個 歐洲開放 只是經商 因為他們 包括以色列民族 在這個 滿洲國 也都 逐漸的發展起來 他們經商 後來因為 日俄戰爭 所以他們就 自然而然的 就撤掉了 是這麼個歷史過程 所以說斯拉 你的五族共和 提醒 其實 那個中華民國 我們的歷史科本 也讀了說 漢滿門回上 五族共和 那你們那個 你們那個滿洲國 也是五族共和 這個歷史的標示 標示是 實際上 在這個 黑山白水之間 還有很多民族 其他少數民族 比如說 俄羅村族 是吧 這個女真族的後裔 以及各種各樣的少數民族 還有很多 但是這個其實不能每個都有所體現 好 那麼 朝鮮族 那 你有提到朝鮮族嗎 我剛剛很意外的就是說 你的滿洲國 包括了大和民族 包括日本 日本人 講得快 你本人 日本人 有包括這個東西 你們對日本人的看法想法是怎麼樣 這個歷史事實是這樣 在1904年 日俄戰爭 就是 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 就是在 現在所謂的大連 外海 打的 海戰 打了這場海戰之後 日本呢 有個國策 它的國策是什麼呢 就是說 要開發滿洲 向南挺進 它是這個國策 所以說 它的國策呢 向滿洲國移民 將近一百萬左右 那裡有兩三代人在那裡生息繁衍 生兒育女 這個也是 各行各業都有 所以說日本 他到滿洲國移民 他是 投資了很多 和這個這個 當時的政府簽訂了很多這個 協議 那麼他的民族呢 就是大和民族 就是人呢 是日本人 是這個情況 我是不是這樣的 如果滿洲國 你們認為 第一任的總統 或是國父 當初的國父 跟總統 一路下來 你可以根本 簡單介紹 這個也很重要 這一段歷史 就跟台灣有很大的關係 滿洲 實際上 是 這個 原先叫大清帝國 大清帝國呢 在中國歷史上 統治了中國268年 是是是是 統治了268年 當時呢 滿洲就是以山海關 一北 這樣就是 不開發這塊土地 主要是 祭世祖先 就是滿洲 開國是在奉天 所謂就是現在的沈陽 在那裡 建都 就是說 清朝第一代皇帝 是在沈陽 做的紀朗殿 這個這個這個 當地皇帝 那麼 歷史人員 軍事人員 和政治人員 他就南遷了這個 南遷了 後來先有 沈陽的故宮 後有北京的故宮 沈陽故宮我還去過了 對 這樣的話呢 就是說 台灣也是 在這個 這段歷史當中 也是在馬關條約簽定之下 在日本統治 將近50年 你們滿洲國 也是在馬關條約裡面 馬關條約裡面 一起割出去 從 記歷史 我們讀國民黨歷史 就記在說 清國呢 把東山東北九省那邊 東北割讓給 透過馬關條約 割讓出去 但是事實上 日本人 在馬關條約 雖然被干涉 沒有割給日本 但是日本人 也是大量進去的 他是這樣的 就是說 跟日本有相同 但是 不是一樣 因爲什麼 剛才我講了 閉關 就是說 上一關以外 只有 看守 陵墓 就是這個 因為很多將士啊 都是埋在這個 一路打仗啊 這個什麼公主坟啊 什麼什麼 將軍廟啊 什麼都埋在這塊土地上 所以說滿清 這個掌權以後 就是不開發這塊土地 是 是 就是說 就是 官外 就不准人進去 對 現在的滿洲人 也都是說 因為在這個滿洲國 成立之後 就是由河北 河南 山東 山東 大部分移民過去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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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就跟聖血 那個加拿大來的 多龍多來的 那個聖血小姐 他說他的祖先啊 是從山東 然後移民到東北去 然後呢 所以說你的五族共和 是包括 漢族嗎 沒有錯 沒有錯 哇 那這樣子 我還是沒有 因為 我的感覺是 你們滿洲國 從開始成立以後 我們 國民黨的歷史 你們就講 為滿洲國了 第一任總統叫溥儀 那你對 你對這個意見的看法 歷史呢 不能割斷 但是呢 歷史啊 就像一個 美麗的少女 可以有後人印象的打扮 有的人給她穿的 花花綠綠 有的人呢 苗門畫縫 把這個歷史啊 為了當權者 描繪的烏起巴掌 要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那麼就是說 滿洲國 在清朝268年統治之後 被軍閥 這個 私自的 撵出了故宮 滿洲 辛亥革命 啊 所謂的辛亥革命 滿洲 啊 這個這個 是和 中華民國是有 協議的 就是在故宮裡 永遠供奉 永遠供養 由這個稅收 永遠供養 但是1924年 由於軍閥 冯宇祥 私自 啊 把皇帝 從故宮趕出來 違背了協議 所以說 什麼協議 就是 永遠 永遠永遠 永遠 保持 君主立憲 保持 就是 皇族 這個供養 永遠供養 人家美國人就保留你天皇的制度 沒錯 但是呢 你的清國 有跟 中國的精華 簽約 但是中國的精華 洪一祥他們呢 就不吃這套 簽了約 昨天講的今天不算 今天講的明天不算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這就是歷史 這樣的話呢 在1932年的3月1號 就在長春成立了滿洲國 當時世界上有67個國家 但是有27個國家和滿洲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我三分之一哦 而且呢 代表 這個滿洲國參加了第一屆奧運會 這個 他當時呢 是世界上全國之一 而且在 這個整個 中華大地上的這個 GDP 就是說工業產值 佔85% 台灣佔5% 那麼滿洲國當時在 當時32年到37年就可以生產飛機大炮 是現代化的國家 據我所知啊 你們 比如說長春鐵路 這是日本人蓋的吧 鐵路 是有南滿鐵路 有北滿鐵路 南滿鐵路 是由1911年之後 在張作霖 軍閥張作霖的統治下 張作霖也是軍 滿清的一個司長 司長軍長 他不是滿人 他是土匪出身 但是滿洲這個帝國呢 他還是打著這個滿清的這個軍隊 來統治東北 當時呢 跟那個蘇聯啊 所謂的沙河帝國啊 有北滿鐵路 日本呢 一看 我們要做南滿鐵路 這樣第一個呢 就在大連成立了 南滿鐵路出事會社 和中國簽訂的條約就是 鐵路兩旁20公里 日本可以駐軍 可以保護 這是有條約的 是是是是 這個這個在 國民黨的歷史裡面 都有講到喔 就是說南滿鐵道的 周邊的20公里地方呢 日軍都可以進駐 北滿是蘇聯蓋的 這樣子 他們南滿北滿是在交會在哪裡 交會就在南滿鐵路 從大連到沈陽 是 一直到哈爾濱 北滿鐵路 由上海關 一直到通寮 白城 滿洲里 喔那不同嘛 平行 基本上平行 也有 對也有交叉 對 這樣子喔 其實喔 那麼剛剛 您是劉環政府的總統 那剛剛 您還是沒有跟我 跟我們台灣人 您介紹一下 您的滿洲國的第一任總統 第一任總統 好 這段也是歷史 1932年3月2號成立了滿洲國 那麼就由溥仪 由清朝的皇帝溥仪 當上了這個滿洲國第一 滿洲國總統 這個 由於歷史原因 蘇俄在1945年8月份 四路進軍東北 清戰了東北大好河山 把溥仪 撵到了通化大栗子溝 溥仪呢 在8月19號 下招 就是說滿洲國終結 那麼蘇聯呢 把溥仪皇帝 劫持到蘇聯 1950年 交給了中共 這就在聯合國產生了 所謂的殘留政府 殘留國家 你比如說 當今世界 193個國家 那麼其中 有46個 類似聯合國規定的 這個殘留政府 你比如說 以色列 南北韓 包括今天 台灣的政體 等等等等 這些都是 這個 現實 是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 那麼目前來看 世界上的主流是 人民要獨立 民族要獨立 這是一個不可抗拒的 歷史潮流 每個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權利 每個人都有追求獨立的要求 民族獨立 所以這才是 人心所向 好 那你滿洲國 開國元年 是幾年 滿洲國是1932年3月2號 3月2號成立的 那麼到今天呢 滿洲國人民 還是 是 向往 我們要獨立的 那時候 那時候的好 好日子 由於 被中共統治了 就是說 同化 壓迫 鎮壓 使幾代人 就是 沒有了 這個民族 就是 蘇醒 由於沒有 你看我們滿足700萬人口 一所小學都沒有 這個語言都沒有了 所以共產黨 他對少數民族 就是同化 欺壓 鎮壓 鎮壓 他 用的手法不盡相同 那按照你這樣講 你是哪一族的 我是當然是滿族了 你滿族 沒有啊 滿族 滿洲國有五族共和 是啊 你是滿族的嘛 是是是 我以前 我以前住南俄中 我以前讀南俄中的時候 我有一個同學 他的名字叫金虎聰 那你認為他是 你認為他是 你對 你對這個人 他的國家定位 的角度 是怎麼樣 金虎聰呢 就是跟我是同族 當時呢 不是滿族 是滿洲貴族 就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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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滿洲貴族當中 幾七八代就是說 改姓 改姓金 改姓 富 改姓 業 改姓 童 基本 愛姓覺羅家族呢 七八就改了三個姓 有姓愛的 就是姓愛 他也是愛姓覺羅家族 有姓金的 金不充 也是愛姓覺羅家族 有姓普的 也是愛姓覺羅家族 當時 為了姓童的 姓童的 他就是為了 就是說很多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滿族啊 當時為了活命 就是不得不改 為了逃命 不得不改姓 那你們認為是 逃命 1945年 以前 或許你們跟日本人 因為都是在滿洲國裡面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沒有什麼 但是1945年以後 可能到1949年 1945年以後呢 8月6號 美國丟下第一顆炎子彈 所以說蘇聯喔 8月8號就先戰了 就打進你們滿洲國了 是蘇聯對你們的傷害 開始 然後蘇聯把所有的 日本的關東軍的武器 交給了中共 然後中共也不鳥 你們那個滿洲國了 我講你這邊的歷史 你認為對你們滿洲國 摧殘最大的 就是從1945年以後的嗎 換句話說 你提的問題非常非常好 有些人問 那麼共產黨 對這個 台灣進行打壓 國際空間的打壓 對這個西藏人 進行打壓 對這個 現在是對新疆人進行打壓 對蒙古人進行打壓 那麼你們滿洲人 共產黨對你們怎麼樣 首先 正像你剛才說的 1945年之前 這個滿洲國五族共和 東亞共融 人們過的基本都是安康的日子 那麼1945年以後 一直到1949年 其實也既沒有共產黨 也沒有國民黨 在東北執政 再往前推 1945年 一直到1949年 這四年 再往前推 50年 1911年 那麼 也沒有共產黨 也沒有國民黨 在那裡執政 都是民族自決 東北有時之勢 建設自己的家園 日子過得很安靜 很和響 那麼 由於軍閥混戰 由於賣國賊 張學良千古罪人 所謂的東北遺址 使東北人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 你們對張學良的歷史定位 他就是一個千古罪人 放棄了東北 他不是 他不是把他把自己的家產都拿走了 把他自己什麼也沒有損失 所以我們東北人就過了 這個 一種一種流亡的日子 在共產黨的統治下 尤其在共產黨的統治下 森林被砍伐 礦場被開採 石油被盜絕 所以現在 在共產黨的所謂的改革開放下 人民 生不如死 飢寒交迫 在這個三種蛇的殘扰下 人們沒有了希望 哪三種蛇呢 就是 教師 這個 法官 司法 就是 醫生 叫黑蛇 白蛇 眼鏡蛇 黑蛇就是司法不公 這個白蛇呢 就是穿白衣大褐的 眼鏡蛇呢 就是老師 教育不公 所以說東北人呢 在這個 饥寒交迫當中 所以說 護先生 我的感覺 你講的這一段的思考邏輯 跟我們讀國民黨歷史的思考邏輯完全都兩回事 你們認為說你們在1911年 你們那時候都過得很快樂的生活 而且日本人也是跟你們五足共同啊 而且都沒有什麼相互欺負的事情啊 一直到1945年 反而 哇 這跟我們讀國民黨的歷史 真的差很多了 你認為說1911年到1945年 你們是過得很 安詳的生活 是嗎 什麼社會 什麼社會都有不足 什麼社會都有 比較 你比如說當今社會 非洲 能和日本比嗎 當時滿洲國 人們吃 吃飽 穿暖 那麼 中原大地的老百姓呢 由於軍閥混亂 啊 那個老百姓啊 吃樹皮 挖草根 這個比這麼個比較 不是說跟今天比較 今天怎麼比啊 啊 我們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 我們人民 給一年一個月給三兩油 給28斤定量 根本都吃不飽 啊 那麼把東美的資源源源不斷的 被共產黨 啊 無償的侵占 使我們資源枯竭 現在老百姓 流離失所啊 流流落到世界各地 每年流落到二百萬左右 像東北大地 正是土地荒蕪啊 資源已經什麼也沒有了 森林看光 造成環境污染 水土嚴重流失 啊 我我我讀中國 中國喔 國民黨的歷史啦 他們告訴我喔 1931年 918事變 918事變 然後呢 日本帝國喔 侵占東北 然後呢 張學良 把東北軍啊 全部帶進官內 然後跑去打共委 那你對這一段的歷史的解釋是怎麼樣 這段張學良剛才我說的 張學良是千古罪人 他沒有臉回到他的故鄉 這樣子啊 他拍拍良心想一想 啊 他這一生做了很多 對不起良心事兒 首先 啊 他 不忠 不義 不仁 不忠 不忠 不忠於 國家 不忠於領袖 國家任何國家 當然是滿足我了 不滿足我 當然是滿足我了 他在那裡生 他在那裡長 他 他不去保衛這個地方 啊 他不去去 去處理這些矛盾 調和這些矛盾 啊 不孝 啊 他 不孝 他跑了 他把 他 他把 東北軍啊 帶進官內 整個東北的部隊 張作霖的所有的部隊啊 全部帶進官內 啊 我不曉得 我曉得 是 因為他當時呢 他是26歲 是是是 他26歲呢 他就已經吸毒 啊 賭博 你可能不知道嗎 哇 他吸毒吸的很嚴重 賭博搞女人啊 他 被這個啊 這個這個 身邊的人啊 已經 就是拉攏腐化 就是 就是一個臭皮囊了 沒有靈魂了 他沒有什麼 為老百姓辦事 為老百姓建設自己家園 這個思想 所以說 被周圍的人說 給你海陸空副司令 啊 再給你一個河北省 所以說他就到了這個 國內 他就把東北軍整個帶到官內去了 對 他所謂的這個這個 我不說了嗎 他沒有臉回到東北 那你現在等於說 可是東北大協是他成立的 東北大協的第一任校長 不是他成立的 是他 是他爸成立的 他爸成立的 對 我這樣子 對沒有錯 我當年有去 我去過沈陽 那我去沈陽的時候呢 他們那邊的地培有跟我講 說旁邊有個巷子 那個東北的張氏 張氏帥府的 張氏帥府 旁邊有個巷子 巷子旁邊有一棟螺 叫做世宜太 趙小姐 跟那個張氏帥府 張氏帥府 可以遙遙相望他的電燈 我不曉得您對這一段 我那時候講的很神奇 我以為東北人 每個人都很懷念張學良 不曉得您怎麼看 沒有張學良我剛才講的 張學良呢 他是1924年 1926年的6月3號 張作霖在黃谷屯被炸死 26年 26年呢 張學良呢 當時就是25歲左右 25歲左右 他很年輕 剛才我講了 那麼他 張學良呢 這個在這個 他 他爸呢 叫張作霖 張作霖呢 是土匪出身 他54歲就死了 54歲死了呢 娶了大概是八房太太 生了16個小孩 男男女女 是是是 這個是他個人的這個 那咱們不去平說 不平說 但是他基本上 東北老百姓認為 張作霖還為當地老百姓做了一些事 對他父子的這個評價完全不一 對張作霖還有所懷念 因爲什麼 因爲他張作霖當時也是軍事嘛 搞軍事嘛 因爲他外邊有日 南邊呢 有這個國民軍 的圍繞 包括還有手術的這個 他都是給錢的 所以老百姓還是 另外搞東北建設 還是有所成績的 張作霖是你們的認為 當時滿洲國有自己的貨幣 這個貨幣是很值錢的 叫這個這個這個 小頭就是這個貨幣啊 等量很值錢的 貨幣這個這個物價很穩定的 滿洲國 你剛有講到 說聯合國上面有記載 你們有參加 那個第一次的國聯嗎 那個奧運會 你們有 奧運會有 得了第一塊金牌 得了一塊金牌 中國人得了第一塊金牌 奧運金牌第一個 應該是滿洲國 是滿洲國 就是你滿洲國人嘛 就是你滿洲國人 得了第一個中華金牌 奧林匹克運動會 你們滿洲國 有一個選手去拿到一面金牌 是 那是在哪裡的奧運會 應該在美國吧 應該在美國 這段 鄉親啊 我們對滿洲國的歷史地理 我真的是 但是 剛剛 傅先生所講 副總統 所講 他說 從1911年 中國在那邊大變動革命 但是 1911年那時候 滿清那時代呢 關外 山海關外面 人家是 過得快樂樂樂樂 和和平平 還有1911年到1945年 甚至於日本人 進去滿洲國經營的時候呢 你們都是沒有什麼燒殺搶劫吧 日本人統治的時候 這個老百姓啊 是有權說話的 那天天殺 天天殺 那誰還 他們移民嗎 王道樂土 王道樂土 這是這個老百姓能接受的 因為你們 滿洲國的理念就是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 包括大和民族 所以說你們 我有一個 我們打橄欖球的 我們打橄欖球的 我們有一個 神敗 他的名字 叫做柯子章 柯子章 他當初在日本的華西大 早稻田大學 他是打國家代表隊 橄欖球 他的地位 他跟日本的天皇都 都能夠互相聊天 他那時候就去南滿鐵道公司 日本人蓋著南滿鐵道公司 他人就在滿洲國 然後我們打球的那個神敗 叫做柯子章的兒子 跟我們現在都很好 他七十幾歲了 然後呢 我想他搞不好拿的就是 滿洲國的護照 您認為呢 滿洲國當時呢 這個在賽關是有國界的 是有滿洲國護照的 有滿洲國的這個錢幣 滿洲國的司法 滿洲國的教育 當時他叫滿洲國國民高等學校 就比現在大學生去教育程度都高 那麼滿洲人民知道自己從哪裡來 他也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 現在民族 現在民族這個覺醒 這個民族要獨立 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那按照你的講 按照副總統你所講的 也就是說日本呢 跟你們滿族 朝鮮族 漢族 這些人 大家是共同有認定 滿洲國 大家一起在東北這個白山黑水這地方過著快樂的日子 是嗎 沒有錯 這個如果 如果 就是 滿洲國不被蘇聯用武力侵略 1945年8月8號 蘇聯侵入滿洲國 兵分四路侵略滿洲國 把礦山基建 把科研成果 把有用的人才掠奪到了蘇聯 對 然後 他 違背了亞爾塔協議和波士坦公告精神 把這個東北的權力沒有交給 當時的中華民國 而是呢 掠走了皇帝 把武器 武器資源 私自交給了 共產黨 代為蘇 共產黨 這樣呢 共產黨呢 無償的佔有了這個東北的一切資源 從此 滿洲國人 就過上了悲慘的日子 哦 您這樣講的話 我記得 我記得 我小時候讀 國民黨的歷史 或地理課本 我沒有看到那個工廠 可能就是滿洲國 日本大和民主呢 幫你們建的很多的工廠 然後呢 把所有的工廠的設備全部 啊 截裂一空 是吧 就說1945年 台灣人民 應該清楚的記得 台灣人 很多人 他到過東北 他念完書了之後呢 日本人給他派到東北去做事 應該很多台灣人 老人都是做過 都有這個經歷 很多呢 那麼 那麼台灣的總統府 請問 是不是日本人建的 是 請問 在台灣 有很多古建築 依然是日本人建的 是 這個 如果是 啊 讓共產黨 拿去了 他都給平分了 他都給佔領了 他都給破壞了 請問 台灣人 無論如何 還是 把中華民族的這個 優良的東西保存下來 啊 不管怎麼樣 他還是 文明 這個 包容的 那麼 我們東北 由於被共產黨 這種 啊 沒有 破壞了文化 破壞了 民族 獨立 智利 這種精神 那麼 只是 人人相起 上下相起 人民 互相 殘害 達到了令人 髮指的地步 尤其是 鎮壓法革命 啊 什麼嚴打 什麼反右 什麼 文化大革命 幾百萬人 上千萬人 啊 無辜的死去 所以說 不是我們 不要獨立 是老百姓 敢怒不敢言 是壓迫我們 太嚴重 照這樣講的話 滿洲國 應該本來就是在1945年 蘇聯共產黨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前他也沒什麼戰爭啊 沒有錯 滿洲國 既不是參戰國 我們只是受害國 你這樣講的話 顛覆了我所讀的 中國國民黨的 給我們編的歷史 教育部編的歷史 他講說 從此呢 就918事變 1931年的時候 日本侵略了東北 所以他是以中國的角度 在那邊胡說八道了 剛才我講了 我剛上台我就講了 歷史 你要是你家有個鏡子 是照著是正義貌啊 講著你的一容一表 你有鏡子 那麼你學歷史呢 你就知道社會的更更替 社會的進步的發展規律 要不學歷史有什麼用啊 反過來說 這些政客啊 不管是國民黨也好 共產黨也好 沒有好的 政黨都是為了自己利益的 他們把歷史打扮成 一個移民的工具 為他所用 為他統治階級所用 他是欺騙人民 我們只有在這裡 說真話 講真事 人民才能覺醒 也是今天我來的目的 也是鄭教授做的貢獻 我今天呢 我真的是覺得 這個副總統 他姓護嘛 溥仪的 我們念普 他講 他講護 他講護 副總統他一講的 哇 1945年以後 從此 滿洲國就不見了 滿洲國不是不見了 滿洲國在人民的心裡 你把東北 幾千萬人 你給他叫出來 單獨問一問 拍拍兩眼想一想 他們都懷念過去的日子 他們都感覺 我們要自立 我們要獨立 我們要有選票 我們要當家做主 我們不要共產黨 那照你意思這樣講的話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一個好消息 今年就是11月30號 美中貿易戰 11月30號 在阿根廷的首都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集團體的會議 美中貿易戰 川普 現在 就是要 川普穿白臉 他的所有的參謀 全部穿黑臉 跟那個 中國共產黨對幹 如果中國共產黨 11月30號 還在 跟美國 一陣 我們台灣話講 黑龍 就把全世界搞得團團轉 都是用騙話 中國 可能面臨經濟整個崩盤 如果經濟崩盤的話 以你們滿洲國的角度 中國如果垮掉 你們滿洲國的角度 您有自信說 您 如果回到 東北 關外 那些 白山 黑 白 黑 白山 黑水 你們 有 有那個建國 喚起東北五族共和 一起建國的 的企圖心嗎 這個 人類啊 有美好的東西 有光輝的東西 那麼人性呢 和愛 這就是人生 追求美好的東西所在 那麼自由呢 追求自由也是 人類的共同價值 啊 這個 自由的選擇 就是自己的責任選擇 那麼 你獨立 文明 第一次 你就能夠 把人類 光明的前途 帶領 那麼我們滿洲啊 就應該 和各族人民 共同追求 各自實現 文明求同 文化存益 那麼 未來的發展呢 這個 我們也是 實現共同的價值 實質求是 推進發展啊 啊 這個 恢復滿洲的文化 恢復 滿洲的 這個 修養生息啊 這個這個 森林啊 礦產 恢復啊 這是我們滿洲人 要獨立 自主 過上好日子 這種這種心情 啊 這也是人類的 共同價值 和我們滿洲 發出的心聲 我再問一下啊 你的五族共和 有包括蒙古族啊 是啊 有蒙古族啊 因為我去過沈陽 我跟沈陽體驗 打過橄欖球賽 那時候我們 Over 60 Over 50 那跟沈陽體驗的 女子橄欖球隊比賽過 哎 裡面有不少是蒙古族的 有蒙古族的哦 他跟我講說 他現在回蒙古 是怎麼回去 你知道 他們從沈陽 坐火車到北京 北京再 坐到呼安後特去啊 啊 你們 你們滿洲國 跟內蒙古 外蒙古之間的 疆義之間的 相對關係 你能不能幫我們解釋一下 在歷史上呢 這個滿蒙是一家人 一家人 滿蒙是一家人 滿蒙是一家人 啊 那麼由於蘇共 早就有侵占蒙古的野心 是 利用啊 這個抗日也好 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好 他呢 獨自佔領了蒙古一部分 那麼外蒙古呢 是 當時呢 就是說 在元朝時候也統治 中國啊 也統治過歐洲一部分 那麼蘇聯為了把蒙古變成緩衝地帶 在1945年左右 就是佔領了 因為你們 這個中華民國地圖是秋海棠嘛 是 現在變成了大公雞嘛 啊 現在共產黨的地圖變成大公雞 這哥倆啊 啊 國民黨和共產黨 都做了很多蠢事 所以說人民要監督他們 啊 在歷史上 他們都是賣國的 因為 給大清帝國 留給我們 子孫後代的江山 是1360萬平方公里 不是960萬山 平方公里 還有400多萬平方公里 就被這哥倆啊 都被了家了 這是有史可查的 不是在這裡 好我現在 隨便說說的 副總統 你剛剛解釋啊 現在外蒙古 已經是聯合國的議員了 那內蒙古呢 是蒙古特區 是中國的 那你內蒙古 外蒙古這些土地 跟你滿洲國的土地 有沒有互相重疊 你的看法 你的認定 滿洲國 在河北有一部分 在內蒙有一部分 是當時滿洲國的疆土 那麼 那是成為歷史現實 歷史事實 但是 人民 的心 是要獨立的 民族獨立 這個歷史車輪 誰也阻擋不了 我們滿洲國 這個總理大臣 叫鄭孝旭 在一九三幾年就說了 他說什麼呢 他說啊 滿清亡於共和 就是清朝被這個所謂的共和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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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敗了 戰勝 那麼呢 這個 共產呢 亡於 這個民國亡於共產 那共產亡於什麼呢 亡於共管 啊 這我是我們滿洲國總理大臣說的這個 這個 三管的這個名言 那麼今天 包括我們今天 鄭教授做這個節目 也是 今天當今世界就是共管的世界 什麼叫共管 我認為 共管 就是人人管理 就是人人有選票 是 尤其台灣人民 我這次參加選舉 我就深刻的感到 台灣人民站著的 我們滿洲人 或者是有一部分中國人是趴著的 是跪著的 我們滿洲人要站起來 我們也要選票 我們一人一票 人人當家做主 那麼這就叫共管 那麼對外呢 文明 一定要戰勝愚昧 戰勝落後 這也是共管 剛才你說國際形勢 什麼美國什麼 那也是共管 現在那您對 你滿洲國的江義啊 內蒙古外蒙古是人家蒙古的 內蒙古外蒙古目前的江義 是人家的 不是你們滿洲國的 您的看法 恢復滿洲 滿洲國啊 這個滿洲流亡政府啊 要喚醒民族意識 我就是說 不是和不是 這是現實的 我剛才說了 那種殘留政府 並不是說你佔領了就是佔領了 滿洲獨立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你們滿洲國 這一個 這個名稱 是在哪一個年代 真的被磨灰掉了 滿洲 剛才你講了 曼德瑞 曼德瑞是什麼呢 就是滿洲 曼德瑞過去就是用 曼德瑞跟外國簽訂這個協議 簽訂這個文書 那麼外國人說 這是曼德瑞 這是中國人 中國人也是說中國話 中國話也是說滿洲話 滿洲話也是曼德瑞 他是這麼來的 可是我剛問的 那副總統你沒有回答到我 我的意思說 滿洲國 這個國家的消失 是在什麼時候 這個國家沒有消失 不是在什麼時候 這個國家還是存在的 剛才我講的是 殘留政府 滿洲國 我再說一遍 他不是說消失 他沒有消失 是在人民心裡 你比如說以色列 以色列他有國嗎 他沒有 你消失了嗎 沒有 你比如說台灣 台灣什麼國 台灣地位未定 是不是 那你台灣消失了嗎 沒有啊 就是這個道理 在精神上還是在的 我剛才講是在人民的心裡 他有文化 有疆土 有歷史 有宗教 為什麼不可以啊 為什麼不可以 恢復啊 那如果說 我現在 我講了 1945年 這個日本戰敗 1945年 蘇聯入侵滿洲國 然後把所有的土地交給土共 共產黨 你們滿洲國就不見了 這樣子可以嗎 他不是不見了 不是不見了 我再說一遍 700萬民族 700萬人口在那裡 這個整個一個族就700萬 怎麼能不見了呢 所以說我讀的是 他生他 養他 只有認同那塊土地的人 就是滿洲國人 這樣子 怎麼能不見了呢 你認不認同那個土地 你知不知道你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所以說我讀的是 國民黨給我的歷史跟地理 他 國民黨給我的歷史地理 我要整理一下 才能跟滿洲國這樣弄 其實滿洲國我認識的很多朋友 他們醫生 台灣的醫生有很多人是 直接在滿洲國那邊 而且溥仪的意義 聽說都是台灣人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說我們今天也是 但是我前天來到台灣 到這個台南去參加選舉 順便呢 我到陳群湖去一趟 我看那裡啊 有個自由庭 有兩種詩寫的挺好 那他寫的什麼呢 正是有家歸未得 萬方多難使登林 正是有家歸不得 那個那個那個 就在你們台灣 在陳群湖啊 他有個自由庭 大概是誰誰誰誰 張成什麼張成斌 張成我寫的 自由庭 我登了一看 港海萬錢 這些人呢 一萬多個人呢 都是 都是這個 這個這個 所謂這個朝鮮戰場上 認定台灣 他們吃了智 到了台灣 他們感覺有一個寄託 就修了一個自由庭 這兩句話 太深刻了 就是說 正是有家歸未得 他有家揮不去啊 這種心情 他萬方多難 才到這個自由庭來 那麼我們今天來 今天來到台灣 或者是台灣人民 也是 總是心裡啊 總有自己的家園 那麼台灣人民 就認識台灣這塊土地 足足备备在這裡生存 我們不想外來政權干涉我們 我們滿洲人也是 我們不想外來政權干涉我們 我們有能力 站起來一人一票 我們不要上面派來的官員 上面派的官員就是 把人民的財產佔領了 侵占了 欺壓人民 所以說 副總統您的 您在講我越來越來越 越要顛覆 我們身同感同身受 為什麼我們台灣 一直沒有見過 但是台灣這塊土地 這塊人民 多有那個企圖心 要趕走中華民國 就是中國 你們那個蔣介石那個中國 你中華民國你不要來 我們台灣人要自己 那我想你們滿洲國的心情 也應該是這樣 這是人心所向 大勢所需 不可阻打 順之者倡 逆之者亡 我看了 我在台南參加這個選舉 老百姓是 那真是自發的 從發自內心的 就是選舉誰 這個我去年在 國際會議上我也說 我們東北人 要向 當時是向香港人學習 向台灣人學習 這段民主之路路漫漫 路遙遠 我們要跟台灣人民 協體手來 都是自己當家做主 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這樣的 我現在已經慢慢體會到 傅先生所講的 滿洲國建國 可能從1932年 1932年 1932年就是 就是918事變以後 1932年 建國 首都那時候在哪裡 長春 那時候第一任總統是 普怡 普怡 然後普怡在那邊當總統 當多久 1932年跟 當了4年 14年半 1932年到14年 1947年 36年37年 然後 然後 就被中國共產黨給抓走了 但是他的祖 他的祖宗 他的爺爺 太爺 他統治了中國是268年 哦 他不是斷的 是聯繫的 對 當初的 他爺爺 他太爺 統治了中國 268年 就是 滿清 清國 沒有大清帝國 哦 哦 當初你的意思就是說 滿洲國的祖先 黃太極他們 打進關內 我們 統治了中國200多年 然後呢 你們的根據地 白山黑水 你們漢人也不要給我進去 對對對 我們保衛東北的 是 的那個 白山黑水 你們都不要給我進來 所以說 那塊土地是非常棒的 然後 在1947 的時候 1949年 1949年 被中國給統一了 被中國共產黨給統一了 是不是 這個 剛才我說了 這也有 國際的引述 是是是 也有 國共兩黨 都沒幹好事的引述 他們兩個 哥倆都沒幹好事 對中國人民來說 對台灣人民來說 是是是 所以說 今天 人民 活不下去了 就得造反 是是是 你東北人 你就活不下去了 我舉個簡單例子 有人說 富不過三代 東北人窮也過不了三代啊 因為都說不上媳婦啊 窮連連媳婦都說不上 多少人 娶不上媳婦啊 罵啊 所以說沒有子孫了 窮也過不了三代 人們都跑了 都離開這個 亂邦不舉 都不到那個地方 沒法生活啊 水 是有毒的 菜 是有毒的 是吧 這個七個人就養活一個當官呢 睡一腹 猛一虎 怎麼活呀 是吧 人民不獨立不行了 你自己的權利 你自己意識不到 你怎麼活 是不是 我們砸碎這個舊的 國家機器 這是新的滿洲 所以說 根據我所知道的 我在 我的朋友一直給我的消息 就是我 中國的東北 現在的經濟情形 是 全中國最糟的呢 人民流離失所 我再說一遍 是吧 奶是有毒的 水是有毒的 是吧 人人互相欺騙 是吧 什麼都是假的 這怎麼能活呀 人們要不獨立 所以就 那就是 那真是 滅果滅族滅人啊 那我再問一次 你們 當初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有一個國聯 你們在國聯 因為你們有一個 有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嘛 那你們顯然那時候 就是一個 國聯組織裡面的一個會員嘛 參加了奧林匹克運動會嘛 然後一個人 就拿了你們的國旗 正面國旗 就拿到了 奧運會的金牌嘛 這顯然 參加奧運會 而且是一個國旗 那顯然是一個國家嘛 所以說 我 曾淼洪 曾教授 台灣獨立黨主席 我認為啊 我們 教育部 所編寫的 中華民國的歷史 都是一些 苦人的工具 人家滿洲國 從 那時候成立 他們根本不承認 是中華民國的一分子了 是不是 中華民國 從來也沒在那執過證啊 怎麼能是中華民國 你呢 既然你台灣 你五十五年之前 根本你沒在 你沒有沒有 根本台灣沒 你沒都沒來過嘛 是不是 你怎麼能執政啊 對對對 台灣五十年都是 自己過日嗎 自己過日嗎 我跟你講 是這樣的 我們在馬關條約 本來我們是清國的 清國的那個慈禧太后 李鴻詹跟慈禧太后講 這個台灣這塊土地 鳥不以花不香 南無情里無義 把它割給日本好了 然後我們被割給日本的時候 這個事情也發生在你們身上喔 因為馬關條約裡面 是有在裡面的喔 然後呢 我們被割給日本以後呢 日本人喔 發展工業的工業的日本 農業的台灣工業的滿洲國 沒有錯 剛剛你有講的一句話 我非常非常崇拜的喔 我一直記在心裡 你剛開始就講 馬上就講喔 講說喔 中國當初的所有的工業產品 是百分之八十 是東北 東北 出去的 百分之五 是 是台灣出去的 所以說 所以說喔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喔 當初 我們講說 日本 日本的戰績的 戰績的東北 不對 人家日本 是 在那邊喔 跟 跟五族共和 成立滿洲國 我跟你究竟一樣 東北啊 滿洲國啊 在這 這個 大清帝國的末期 這是現在說起來的 就是 慈禧太后呢 是 早就改改革開放了 是吧 但是呢 這個名字不叫改革開放 叫洋務運動 那麼洋務運動 和日本 和 德國啊 其他 發達國家 簽了很多很多的條件 剛才我講了啊 Mandare就是 簽的條約 人家認為你這個Mandare就是中國 Mandare就是中國語言 現在 對西方 你到美國到英國 Mandare 啊 講中國話 Mandare是中國人 就是你四三四裡面的 他就是這麼來的 那麼你 你搞洋務運動 你要跟人家簽約的 他不是說我今天我就來了 他不是那樣的 不是像你宣傳那樣的 侵略 剛才你說我覺得你這句話簽約 是你跟人家簽約 你政府跟人家國一國簽約 人家才來投資 才來辦廠 才來生產 才來移民 是這個道理 我那時候都是用Mandare簽的 曾教授寫到了一課 有時候在學習一個東西 因為你的思考邏輯 我奠基博士 你是一個錯誤的邏輯啊 我永遠走不出來 所以說我 我不會走進你錯誤的邏輯 再去摸索 所以說今天我們副總統 滿洲國的劉丸政府的副總統 他今天整個要我把所讀過的 中華民國的國民黨的歷史 整個玷污掉 我真的學到很多了 這絕對是我書本上 看個一年兩年學不到的東西 今天我們也差不多時間快到了 那我今天在最後我們留一分鐘 留一分鐘 今天曾教授真的是寫到東西了 今天真的是寫到東西了 那我們請滿洲國劉丸政府的 副軍副總統 我們講普宜副軍副總統 來給你一分鐘 你在表達對我們台灣人 去表達一下你滿洲國的最後的結論 好 是這樣的 剛才曾教授呢 給我這次舉回 我很高興 但是呢 我也很痛心 在共產黨呢 這個統治之下 這個同化之下 殘食同化之下 人民已經麻木了 但是呢 有時之事 也是在努力的 現在呢 我和我的朋友呢 編了一本 滿漢字典 滿漢字典呢 但是呢 這次來台灣 我有個小的目的 希望這個 有正義感 有能力 幫助出版這個 馬漢字典的人 跟鄭教授聯繫 我們沒有別的要求 另外呢 人民是偉大的 台灣人民偉大 我前兩天站台 為這個 許其邁啊 許宗信 陳其邁 陳其邁 許宗信站台我就說了 台灣人民萬歲 台灣獨立萬歲 這個是人的天性 應該台灣人民 應該當家做主 謝謝大家 謝謝鄭教授 好 那我們今天就很謝謝 因為這個普總統 他明天晚上就要回 回美國 直接回美國 直接回美國去了 因為他這趟進來 也是繞了很長的路 你不要說蔡英文政府 讓他們簽證進來 還真是麻煩一件事情 我所認識的那個 藏獨 藏獨的 李克仙 我的好朋友 還有江獨的 勒比亞他們 沒有一個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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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這個滿洲國的 這個代理 劉萬政府的總統 能夠進到我們台灣 然後跟我們台灣人 介紹他滿洲國的思想看法 以及他的這個國家的存在的 來龍氣賣 我感覺我寫到很多 我不曉得各位鄉親 你的看法是怎樣 好 好 那麼以後 我們 我是 這個 普總統 他有委任我說 有關滿洲國的事情 我就是代表 所以說 他也希望能夠做出 這字典叫什麼 滿漢字典 滿漢字典 我們 我們都是用英漢字典 他這個是滿漢字典 如果說有人 想要幫忙 或怎麼樣的話 可以跟我聯絡 以上 今天我們就 講到這裡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今天就 節目就到這裡 好 謝謝大家 得瑕雄親 得瑕 OK